卓西湘玉山国家公园的八通关谷道内 有民众驾驶至小客或车救援登山受伤的友人 不过因为不熟悉路况 车子反而卡在山区道路 转弯处深沟动弹不得了 玉里奔局的卓乐派出所获报后赶往现场救援 顺利让车辆脱困 也把受伤的登山客给救下山 卓西湘玉山国家公园 八通关谷道内有民众驾驶至小客或车 救援登山受伤的友人 因为不熟路况 车辆卡在山区道路转弯处深沟动弹不得 玉里奔局卓乐派出所获报之后赶往现场救援 顺利让车辆脱困 并将受伤的登山客救下山 登山客 当你 趁后 因为卸下山 听听闻说 因为登山客受伤 无法 举走 所以先行下山 再开车到 马拉米登山路道内 再通知辖区的 有吉普车去运的 可以抢救的车辆 一同山山 协助铁文 所长王哲雄说 山区一片漆黑 车辆下方式悬崖 可说是惊险万分 也增加了抢救的难度 也立即联络玉里镇吉普车车队赶赴现场 以审索拖曳花费了将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将受困车辆拉起来 本局长表示 民众在驾车进入山区的时候 一定要衡量车子的性能状况 以及现场地形跟地雾 不要因为一时的大意而影响了游玩性质 甚至造成函事 记者高松霜玉里卓西采访报道